《经济报》今日推介腾讯700 简转原因是 港股年日偏远 恒指险首25,000关 中美不明朗 内地数据回落 影响大市气氛 美国签议院近日一致通过安全设备法的法案 进一步阻止华为中兴等中资企业 在美国境内出售设备 新经济股表现持续成为市场焦点 当中腾讯将在下星期三公布第三季业绩 由于季内没有游戏新品大作 彭博综合预测 腾讯第三季非通用会计准则 即是non-gap的盈利 大约325亿人民币 按年未升0.5% 安归升7.6% 策略上腾讯第三季业绩预料没有惊喜 短期适宇宙炒波幅 本栏建议在450元附近收集 上网是515元 穿420元就要止蚀 直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